欢迎收听《这岗栏矮》台南做工行善团 支持文化部影视局制播补助的节目 节目60集将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播出 欢迎您与我们空中相见 在我们台南的城市里有一群劳工 10年来他们修缮遍大台南37个区 以及外县市屏东、高雄、云林、南投、嘉义 他们利用假日的时候持续修缮 这一股爱的暖流是城市里头永远让人感受最温馨的所在 《这岗栏矮》我们邀请做工行善团的团员 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10年来的点点滴滴 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是一对妇女党 这个首先我们介绍的是台南市新娘秘书产业工会的理事长 方逸琦方理事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就是逸琦心目中的榜样爸爸 事实上他在我们的第一集中已经出现了 可是我们还是要请他来陪逸琦一下 那就是我们的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的方程科方理事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记得方理事长第一次采访是跟我说 老师你若不会均匀我就不会均匀 这一次你看到他更是老心窄窄 我回去在想 我不能均匀 其实闲话家常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记得我当时在采访方程科理事长的时候 那时候不熟 现在比较熟 虽然他愿意跟我讲很多 那时候他就是讲话非常节省 我一句他就说 问两句他说是 问三句就说就这样而已 因为对他来讲他会觉得 其实周公行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善行跟善念 后来真的没有办法 我想到一个名徒 他有一位很漂亮的女儿是方义琦 我就去找义琦了 所以那时候义琦都告诉我很多爸爸的点点滴滴 他跟我讲两件事情让我好开心 第一个他说 我爸爸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是芙蓉园 第二个他讲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感触很深 他说我很庆幸 我的身边有父亲以及王局长 他们两位是我生命中领航的导师 我想请问一下义琦 我觉得看来永远年轻的你 却做了很多我觉得生命中不可能的任务 包括成立新娘秘书工会 新娘秘书工会是一个怎样的工会 我们工会就是在从事新娘秘书业 美容美发整体造型跟设计 那这些产业都是所属我们的会员之一 那在103年我就成立了这一个新娘秘书产业工会 将我们这些就是关于相关美业的一些产业人才 然后来去做一个整合来创立工会 来辅导这些我们这些本身的记忆人 来去有更好的技术来发展更多元的一些不同的职能发展 所以这个工会其实帮助了很多像你这样美美漂亮的创业人 第一个是我觉得替他们有劳健保的一个保障 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也给他们很好很好的职能的教育 那我是觉得这个工会很特别 目前是我们做工行善团的议员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方理事长方程克理事长 这个小时候你开始这个带着一起 他们到处去走走看看里头 到了2013年之后 你也开始成立了做工行善团 那你有带议呆他们去溜溜溜溜的吗 因为这个做工行善团 我们是100002年成立的 但是议呆是他工会100002年 但是他也是说做这块真好 他如果要来参务 但是刚刚刚有一个完新机局长 对啊 你跟他担心说这样可以哦 来做立学的要求 也让他交流这个修训这个行善团 他做一些二天四天 是这样就开始了 了解所以其实也应该这样讲说 一期的新疆秘书工会会加入 跟爸爸是很有关系的 是不是 那你的父亲当时在做这个做工行善的时候 您有在做一个侧面的观察吗 你的心得是什么 爸爸一开始在做这些修散的部分 他回来都是用很开心的会跟我们分享修散过程的点点滴滴 那你就会会很容易被爸爸带入那个情境里面 然后你就会感同身受 其实他就会一直影响着你说 原来在做就是修散的这些过程 其实我发现自己的收获是很大的 因为除了爸爸在投入这些就是修散的部分 他整个人变得更开心了 而且他会一直跟你讲说 哇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 他你绝对想象不到 然后你就会跟着他画面走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感受到他投入的那一份喜悦 了解因为其实方理事长您跟他熟了以后 他是慢热的人 你就发现他会有很多的叙述形容 会让你觉得其实还蛮感动的 所以爸爸你当时这个疫情说 要加入这个做工型散的这个行列的时候 你心肝有这样中一个说 真正我教育成功 其实疫情他自小就很特别了 他很独立 但是他要生年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说要达出这本 我也赞成了 是哦 为社会的奉献 这是很好的事情 了解了解 我觉得 一直我听起来就觉得 爸爸真的是 这个奉献的心思真的很好 那现在目前呢 你们这个工会 跟我们做工型散团结合之后 你们主要担任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主要的就是在意见的部分 那一开始在我记得在第一次场次的意见 其实给我们还蛮震撼 那在第一次参与之后 当时还没有定期下来 那参与了第一次 我们最后就是局长把我们整合起来 那我们就决定依然决然就要投入在意见的部分 那第一次给我的很大的震撼是 我发现其实在我们 比如说我们平常在打扫 做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可是对那些孩子却很难 要训练到很久 他才有办法独立到去拿扫把 然后跟着去打扫 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你都会发现 他要花的时间是你的两倍 甚至于三倍的时间来去学习 那你就会觉得看了你会觉得还蛮不舍很难过 那你能够投入在他们的这个意见的 你会发现他回馈给你们 真的就是很天真很天真的笑容 我听说是很直接的热情跟拥抱 对对对 他每次都好热情 热情到你会觉得很感动 他们那种单纯真的会让你觉得真的很疗愈 了解 所以对我们来讲说职场上其实一直压力都是大的 虽然是美美的事业 压力一直都大的 所以偶尔有一个生命中这样的插曲 或许他们也疗愈了你 然后呢你也疗愈了他们 就感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共耗一种情境 那我就发现当时呢 您要组这个工会跟爸爸讲的时候 您要参与这个做工习专业跟爸爸讲的时候 爸爸是完完全全的同意 没有想到那背后的辛苦呀 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这么的辛苦 因为爸爸展现出来 从小我看他创业嘛 那经历过非常许多的七七复复 他面对每个难 每个关卡他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认为应该是不难 但是等到我真的自己创业之后 我才了解到爸爸在养育我们那个过程是多么的辛苦 那对我们真的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所以只有真的自己变成创业人 能够更懂得爸爸那个过程 真的是很不容易呀 对我就想如果像这样的话 对你来说你今天就是假设说 今天你的工会是你的事业 可是后来您跟爸爸一样加入了这个修缮 变成了一个置业 我觉得你们是很幸福的 也很幸运的一对父女 因为你们共同有一个置业的交集 是在替很多人做奉献跟服务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其实因为加入志工团的关系 跟爸爸有常常在家里面会去讨论有关志工团 修缮的一些小细节吗 会 我会大概 我们大概现在共同话题最多是志工吧 因为他都会讲 我什么时候要去修缮呢 我今天遇到什么个案 然后这个个案家里怎么样 这个状况怎么样 你真的 然后他都会一直分享 其实爸爸平常不多话 但是开始志工之后 我也开始投入志工 我们两个最多的共同话题 都是在志工跟工会的部分 所以展开了我们非常多的话题 变得话题更好聊了 了解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你们成全了别人 但事实上别人的故事也成全了你们 对不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想相信我们刚刚听了方一齐理事长 跟方诚哥理事长谈到他们 今天从他主工会 还有方理事长对他的鼓励 甚至于因为潜移默化当中 他也用他今天做工行善的点点滴的故事 影响了他们的孩子 我们讲到说教育无他碍于榜样而已 真的 其实方理事长话是不多啦 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难怪一起会说 如果今天生命要谈一起幸福吧 他很庆幸的是 生命有他的爸爸方诚哥 成为他生命中非常好的领航的导师 我们待会再来休息一下之后 跟这位妇女聊聊一下 那他们的家庭生活 即是在志工之前跟志工之后 其实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启示我们 我们来听听吧 休息一下再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这港人爱台南助工行善团 今天我们所邀请的团员是台南市新娘秘书产业工会 方一齐方理事长 以及他的父亲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 方成科理事长 那我们刚才在前段里头呢 跟他们妇女两个谈到 当时的一起组工会 还有呢 因为这样的机缘呢 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珠光行善团 当然方成科理事长的潜移默化的家教的影响 是不容许今天去错过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妇女呢 因此呢 同时在这样子的一个团里面 变成谈志工的那些故事 或是点点滴滴 成为家庭中最好的话题了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疫情 我在之前呢 采访了夫妻的时候 我听方成科理事长说 小孩的时候呢 想说 这个孩子要让他最好的教育 所以呢 就叫你们去学钢琴 有这回事吗 有的 真的有的国小三年级到国中这几年 真的喔 就是家教来到家里教我们学音乐这样子 真的喔 那这样三年级学了几年啦 这样子学了至少有五年喔 哇塞 这学费算下来真的不便宜耶 这学费算下来不便宜耶 不是说买那种甘级的地方是说 因为住在聊来的地方那些很複雜 最主要的孩子们就变坏了 所以你记得人家讲一句话说学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 我应该有没有变坏 哦 了解 所以钱就把它开下去就对了 有有 你可能开不久钱嘛要买钢琴嘛 对买钢琴 然后就一路学上来 所以你们那时候呢 爸爸在花这个钱给你们学钢琴的时候 你们有感受到父亲的期许吗 是压力 真的有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孩子 从小我就非常好动 一字也坐不住了 对 所以我在弹琴的过程当中 其实常常被老师敲手指 因为我根本坐不住 了解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是 你会知道爸爸都要把最好的给你 但是你会觉得 你就喜欢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像一般 像学音乐的 他就会很稳静的待在椅子上 可是我真的就没有办法 今天个性的很压力 那这样理事长 你这样一年开了 你怎么叫他们 没在床上来听啊 看看会不会有 但是因为我自小的时候 家庭是不好啦 但是我就是一次在国学的时候 人家庭去福利社 因为在那里要去设计时 要把一大人偷一个一块两块 不过来说我跟他人家说一说 哦 了解 那不可以偷啊真的啊 就是去福利社 在那里站在看人家买东西 刚才我们大人家买东西 说啊 设计在那里说 我就点点了 他都要入一个五角的福利社 但是那时候开始 我会想起来我就想说 两天我如果有那个机会就对了 我就不要让我的孩子死去吃苦 了解 就是离那里了 但是因为在座大的地方 还在那里那里的福利社 因为我们学生的时候 听着说啊 人家说学生跟孩子不好 就我走到这条路了 了解 这个历程也其实是真的这样 所以其实如果叫你学了五年 所以对疫情这么好动的孩子来讲 你还真的有鼓勵来呢 因为你知道爸爸的期盼就对了 对 因为我们是传统家庭嘛 了解 所以其实后来您在主公会的过程中 你成为一个领导者 我觉得 那我觉得本身你对自己 就有一个很大的自我的要求 你也会觉得你也在希望 也能够完成父亲对你的期望吗 是的 没有错 应该是说爸爸也是个创业人 所以从小看着他创业 对我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在创业的过程 我才发现到 你要投入自己很热爱的工作 那再结合 加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天赋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 在职场上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那爸爸也是找到他的热爱 跟他的天赋 所以就从小看他这样子 一直很投入他的工作 而且是他不会觉得累 就是真的你会非常喜爱一份工作 你不会觉得累 我在他身上看到的这样子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看着他创业 所以我就告诉我 就是学了一季职场 我一定要创业 然后去跟爸爸一样 找到自己的天赋 跟热爱所在的一个职场 去把他好好的发扬光大这样子 我就发现其实你有父亲的毅力 也有父亲的内部热爱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记得你好在在采访过程中 有讲了一段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是讲到你们之前的家里的一个经历 事实上虽然我们这样讲说 学钢琴 是爸爸真的赢得要让你赢的 但事实上家里真的起起落落 然后父亲的创业 说真的也蛮辛苦的 你好像跟我讲到一句话说 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创业比较容易 是因为爸爸从来都不跟你们讲辛苦 是这样吗 真的 就是爸爸因为他都会把最好的一面 把最好的给我们 所以当然我们看到的都会觉得 创业好像很简单 看着爸爸这样 那是从就是只手打拼 然后从无道友那个过程 我们真的其实长大之后 自己创业才知道 那是非常不容易 那小时候看他就觉得 好像爸爸给我们的 跟展现出来的都是很轻松的一面 但是我发现创业之后才知道 这个真的是 创业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了解 那时候我想请问一下方理事长 你怎么看一起创业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去提贴的 那些辛苦的感觉 你也是这样走过来 但是我刚才说完 他很棒的 但是他自成立新年秘书社会 真的很不容易 常常回家到家 就问一下 就又没看人 不容易就是这样 很不容易 吃到你看三戚就好 你看看这是爸爸的爱 真的 我们刚刚身材多多喝苗头 恰当好是爸爸说 三戚就好不可以 其实还是很多的珍惜 你敢有希望他这么忙吗 你有希望过他那么忙吗 其实尽量是可以半时间 因为他的课程真的很多 自己怎么做不下去 了解 对啊 我是说得尽量 也是要找一个时间 抽空的时候 自己要找时间 我现在回家 问一下就没看人 真的喔 你爸爸的这份心 就是还是把你当以前的 在他身边的小女儿去疼啊 但是方理事长 我来跟您报告一下 你这个女儿 他可精彩了 26岁转型到秘书业之后 用一起幸福他创业 一直没有离开美容跟美法的产业 2011年接办了海外学习美容的交流课程 然后为了精进自我 他今天还投入了研究所的学程 然后后来他发现 不婚跟嫂子呢 让新娘秘书产业呢 在未来有可能有失业的危险 所以人生及早规划 2014年才开始成立这个工会 其实有很多人在您这样学习的历程中呢 真的加会了蛮多人 所以我想也是因为嫁云过 也没有辜负了父亲对您的期待 那我其实也蛮感谢在采访过程中 您一直跟我讲说 爸爸有一个芙蓉员 真打开我的一扇名窗 我就很喜欢芙蓉 你有到爸爸的芙蓉员去逛逛吗 有啊 常去芙蓉员 因为爸爸现在大部分的时间 都很沉浸在他的芙蓉员 所以我现在常常要回去 也找不到爸爸去芙蓉员就对了 了解 去那边找他就对了 那理事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在芙蓉员里面享受生命的自我 因为现在就退一步 你死的孙子在上海后 而且吃饭没做啥 这些生活有没有改变了 以前是有在喝酒 这酒也都没在喝 现在没料就去酒里 酒整天的 了解 剪剪花叶啦 看你的芙蓉的栽种成长 对这些也有没有幸福啦 对 其实我今天意义说您有的时候会把你那个芙蓉 就带到你们这个太太的开的店里面去 我真的很多人教她的 对啊 有人在吃饭就第二春了 有人喜欢 有很多人在买啦 真的喔 看得漂亮漂亮了 每个月就买一宗了 有我们的身份多多多了 很了解 教会我们什么叫做自我理理 调理生命中的这个转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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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真的如果您到芙蓉园去看她 今天在整理这个芙蓉园的过程 你会有这感觉觉得就像刚刚意义说的 父亲教会她是要热爱一个你喜欢的事情 投入其中 你自然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 其实芙蓉园也应该是她们一个很好的美丽的花朵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呢 一起在她生命中的历练 从一个父亲掌上民族的小妖女 到后来呢 她今天必须要担当起重责大任了 然后去让她今天的学员拥有专业 让许多人因为这样缘故找到就业的机缘 其实是不容易 她花了很多时间 遇到挫折当然也不少 所以她曾经跟我讲过说 遇到这种挫折 她有时候跟王局长讲说 局长我不要做了 因为太累了 局长告诉你什么自理名言呢 她只跟我说 你没问题的 你可以的 她说 她常常跟我说 尽你的所能就一个算一个 真的 我想也许这也是一个道理 慢慢的让今天疫情呢 从两位长辈的身上学会了理性耐性 面对问题理性处理它 所以她到现在还是一直深深认为 王心基局长跟父亲方春哥 先给她榜养 再给她鼓励跟信心 所以充分地花回生命中的潜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听听他们 今天加入了这个志工团之后 他们最深刻的案例是什么 欢迎回到这岗人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今天我们所邀请做工行善团的团员是台南市新疆秘书产业工会 方一齐方理事长 以及他的父亲 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理事长 方成科理事长 方一齐理事长呢 他常常讲的一句话说 在职场上一旦你投入了 你就不能够让自己呢 今天这个退的下来 因为呢你只有一直进步 你才能够带着更多人呢 跟着你一起往前走 就像他的父亲所说的 一齐从小就是一个很独立的 已经越加远过呢 继承了父亲的毅力跟热爱生命 我觉得他在今天投入 不管是工会或是做工行善团 都有他自己其实很深刻的印象 跟说不完的故事 我想到这个是他们父女两个最好的话题了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先请我们理事长 跟我们聊聊 理事长 那一旦猜好你的时候 我感觉我会来做三八截的 因为呢 你的案例这么多 说都说不了 你再来跟我们说一下案例很好 用这个机会来感觉来分享 因为现在去南岛国城 那个案例是一个 六个小孩 就去那个几个月 大国小孩到以前十二个月的那种 下配合他们当地医院 说他能够在睡都睡不睡觉 后来说他那个医院 他那个医院 从这个资料 都给我曝出来 我们局长有看到一个孙 我们那天就带去去看医院 但去看医院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当地医院 他就去台县医院 去跟他调查起来 他那个选择是准备在这里 但是呢 他说啊 说有多少钱 料理前 那个医院说 这样不符合了 这样我们不用他做 说要求我们 不他做 说不得就回来 但回到家里 他当地医院当时 我们这个老总统 他当地医院 叫一个副总统 在副总统的时候 副总统的时候 他就不说 看了怎样 他说 他说了 他说了 六条的 他没有 跟经理 他生活无法改善 对啊 就现象上讲 你进去就是无法改善 对啊 财产是财产的事情 对啊 这样说也是有利啊 我也是有利的 但是隔壁说我还去那儿看 他说他说我还去那儿看 去那儿看 实际讲的我们看 其实我们在检测就对了 一斤 半斤差不多五六斤 一斤几一斤 几六斤 六斤 天啊 对啊 那都是在成长中的小孩 对啊 都会有的 讨厌的 但是有的 不能分分两脚 天啊 对啊 了解 他还要投到别 看一看一看一看 但是我去那儿看一看 隔壁 我是一间厨厨师 那家厨厨师差不多 大楼差不多四倍 是 我说不然我家这家厨厨厨师 给你整一间房间 给那个儿子 他可以改善 他的房间给他住 他说好啊好啊 但是家厨厨 大概是六小关而已 怎么那么矮啊 很矮啊 哦就是低矮的房子 然后就几平矮啊 对啊 那家厨厨师本来是这样 都没有东西 但是 他们老伯 那儿子暗住 他是说他本身在做提供的 是 我说你们如果要穿你这间 还要穿个棍起来 是 但是暗主公 这样他自己 他牵手的人 他要把他穿个棍 哦 了解 啊穿个棍后 那儿子暗住的时候 我们留在中小里面 中小里面 还要摆在中坡 哦 了解 那个中坡那儿子 三四个要睡 中坡了 比较有地方 有能够睡得安稳 可以穿手手对吗 最后穿手手也会厉害 你怎么说 困难 为什么睡得这么肯 天啊 对啊 好可怜难怪 所以说那个不符合 今天要补助的条件的 对啊 但是问题是他线下就是没有解决 在当时我们的赖总统一念之间觉得 他就是想跟他感觉有问题 他说都很清楚啊 对 没错 对啊 就是我们家刚刚要走一段 他去南岛国城 他走到那儿子 国姓的 南头的 从台南多远的路 不过你们也支持菩萨心 因为这函谷 这些小朋友从此以后在成长期中 不用睡在地上 也不用被老鼠咬了 对啊 是很慈心申心的 所以通常这个方理事长 他们是做现场的工作嘛 比如说 既然在那个工程 替工的青鸥馆 要去做白工嘛 那其实疫情您做的应该是 整个修策完整之后的一个 终点门面的这个意见 对不对 你有没有比较深刻的案例呢 对于比较深刻的案例 其实有好几个 但是其中一个对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他我们剪完之后 他也帮我们做上小影片 然后就是做小影片 帮他YouTube 可是那样的孩子 其实他要做这些 整个过程是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比较困难 所以他们应该属于 身体比较迟缓的一些 这个身心上有点小迟缓的 这些孩子 他们怎么会想到帮你们做影片啊 我不晓得 我真的很感动 他就做影片 然后写一些小卡片 小字条给我们 然后就把它录完之后 放在YouTube 然后来感谢我们 其实你会发现到 其实你这些小小的善举 他们对他们来讲 其实就是会特别的珍贵 就会非常的感动 了解了解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说 你们是去修剪他们生命中 让他觉得感觉可以朗亮一下 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们益剪进去的时候 大概一个或有几次的机会啊 做这个益剪的工作 我们两个月一次 那会跑两个地方 就是一个是美赛嘛 那另一个就是益创的部分 那他们的那种 就是自立的程度 益创的还比较好一些 但是美赛的就是只能做一些 非常简易的动作 那他们在表达方式 就会比较有落差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大概合作久了 就是帮他们益剪的时间比较久了 其实都很熟悉 就像家人一样 他们就会一直说 姐姐我好期待啊 就是时间到了 或者是说 两个月还没到 他就会私讯你啊 就是会很期待 就这样的意见 这些漂亮都叫我们漂亮的姐姐 然后漂亮的姐姐 你们什么时候来 就会把你当家人 所以你们去了 怎么决定他们发行啊 这点我就觉得很好奇 他们自己期待吗 他们很聪明 他们其实在这一点 我觉得很压抑 他们收集很多明星的照片 哦 跟明星一样的 对 他们就会告诉你 我很期待想要变成宋慧桥啊 或者是好多明星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姐姐我要这样的造型 然后姐还会一直检视 然后就会很开心 然后抱抱你啊 谢谢你这样 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发型 师来了以后 让他们生命 每两个月充满个期待 我这个月是宋慧桥 我下个月可能是零四零 对不对 生命因为有期盼而显得 实际上是十分的美好的 我想不管是疫情或是修缩 事实上都带给他们 非常光彩的一种人生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坊理事长 我们今天第二次邀请您 来的一个节目 你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讲几句话 今天在这里 我来非常 我台阳西北京 与四十五岁的 我来自工 其实大家真的很好 对自工修缩 还值勇用 而且我觉得 在这里我感谢各位 各位,利用藝術的藝術的藝術的藝術,來整理房屋。這是很好,在這裡感謝各位。 因為工業,我常常說了,一個理事長,他如果沒有活動,一群若天,大家有共同一席, 全席,大家有共同一席,什麼事情都有我同事,在這裡利用這個機會,感謝我們台南市北京至70崗位。 所有這些基礦,你們的付出,你們的犧牲,感謝你。 其實理事長特別覺得,哇老師,我木工業這麼多人,你不給他做幾百塊? 我說真的,我們只有六十幾,所以越顯珍貴,因此他就覺得,我一定要感謝, 其實呢,下一次才有機會的這些志工,可是呢,那個理事長來這邊去談, 我們木工工會的一個心情,跟大家是一樣的。 那一群呢,你有沒有幾句話,想跟我們談一談呢? 非常感謝,其實我們所有的志工團隊的一些夥伴們, 那就是大家都會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來抽空,幫這些孩子來意見。 那另外還有一個特別要感謝的,就是局長。 謝謝他這樣引領我們,就是從一開始的,不定期的意見,幫我們整合, 然後幫我們把志工意見的部分,再把它更深的擴展下去。 謝謝他的引領我們這樣,讓工會更茁壯,更有愛。 對,其實我一直強調說,志工們是由下而上,但是工甲來勞工, 他的很多的制度跟效率,會幫助我們今天做工的行善,效率更好。 那對方一起來講呢,我覺得一起曾經講過,我之前是一個寡言,喜歡安室度日的人, 可是我的父親方成科,跟木工工會籌組的做工行善團, 再加上王興進學長鼓勵我,讓我創立工會,從此呢,我就加入了這個做工行善的美麗隊伍,也改變我的人生。 我想美國詩人曾經有一首詩這樣講,王樹林裡分岔兩條路,而我選擇其中的一條,一切顯得如此不同。 我們相信,因為這個做工行善團,也讓方一起來呢,以不斷精進的努力,走在這條精彩的道路上。 我們謝謝今天來跟我們分享點點滴滴的,這個方一起來,台南市新娘秘書產業工會的理事長,方理事長。 還有我們謝謝我們的方成科理事長。 謝謝大家。